就在刚刚 女孩在众人的目光中走进了浴缸 他们似乎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进入浴缸的女孩立即惨叫起来 但她挣扎了一会就慢慢变得平静了 而此时 竟然有一条鱼尾巴从浴缸露了出来 这一群人到底在做什么 话说 在白令海峡的深海中 存在着一群人渔族 但他们的数量稀少 整个族群只有几十个族人 因为他们很难繁殖后代 而此时正是人渔族繁殖后代的最佳季节 但是 人渔族新任首领莱恩告诉大雄 他们族群从前几年开始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生儿 而今年也是同样的情况 大雄为了帮莱恩解决族群繁衍的问题 他找到了军方海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而军方也知晓人渔族的存在 他们非常愿意了解更多关于人渔族的信息 在军方的帮助下 他们得到了海洋水质的检测报告 令人震惊的是 海水已经被严重污染 水中有一种物质叫双分类 这种物质源自人类日常的垃圾和废弃素粮 能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 这也是人渔族繁殖不了后代的主要原因 而人渔族将会面临灭族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大雄他们获取了人渔族最纯净的繁殖物质 并计划培养人渔族的胚胎 再将胚胎植入到莱恩的体内 但是他们不确定的是 通过这样的方式出生的孩子是否能健康存活 毕竟人渔族的身体结构跟人类不一样 在莱恩他们的关注下 军方一是将繁殖必备的两种物质结合在一起 不久后 他们已经看到了细胞分裂 这代表他们已经成功培养了胚胎 一切都非常顺利 但是大雄并不信任军方 他们偷偷拿走了仅有的两个胚胎容器 打算通过另外的渠道将胚胎植入莱恩体内 而在人类的世界中 还生活着一种特殊的群体 他们就是人渔族与人类结合的后代 拥有一半的人渔血统 但他们并不能变身 不能像人渔族那样生活在大海里 大雄通过关系联系上了伊娃 他是拥有人鱼血统群体的首领 伊娃安排大雄他们来到了一个牧场 这里设施齐全 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医疗团队 伊娃特意为莱恩准备好了一切 为了能够顺利植入胚胎 莱恩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而化身人渔状态的他将是最强的 伊娃带来了所有扮人渔血统的族人 希望他们能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 在他们的认知里 拥有纯净人渔血统的莱恩远比他们高贵 此时的莱恩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莱恩缓缓躺下准备好的浴缸 但他却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变身人渔的过程疼痛难忍